民間衝突亦有升級跡象 馬鞍山一個男人和人爭執後 被人潑液體和賣點火燒相 他情況危態 正在深刺治療報告知 曾駕南重案組負責調查 郭榮欣報道 馬鞍山港鐵站內 一個穿綠色衣服的男人 和五六個黑衣人拉扯 有人用棍打他 站內的玻璃已經打爛了 黑衣人跑走 綠色衣服的男人跟著 跌低之後再起身 最出馬鞍山站A出口 當時是下午近1點 之後在連接馬鞍山公園 和海柏花園的行人天橋上 再看到綠色衣服的男人 有人幫他抹走頭上的血 他就和在場的人繼續口覺 其間有個穿黑色長袖衣服的人 向他潑液體 之後點火 那個男人整個人都著火 天橋上都有火頭 那個男人被扶在一邊 那些火熄滅之後 那個男人站在附近等候救援 之後送入威爾斯親王醫院救治 有便衣警員出入 深切治療部接待署 向職員了解 消息指他有三成多皮膚燒傷 屬於疑及笑傷 面部、胸部和傷手都受傷 有線電視記者在郭穎英部